以我了解就是我有在国门的那个中原 其实国门是一个非常重要 不重要给你发言的一个机制 不是说一言堂 你可以各政党主席可以发言来提供你的意见 这是我看到的 我第一次看到 我就进入这个议会 进入这个会议 看到 哇 很不错啊 每个党都有首相 国门主席有听他们的那种意见 然后才来讨量 这些都是我们以前没有看到的 所以我们进入国门呢 最主要是我们不是自言 自言是 建设还是DC啦 可是我们最主要是有一个联盟就是 老实讲咯 要一些 那些困惑区我们必须有一些马来票 可能就要国度票来整合来人 打致我们要大的目的 就是我们要争取 就是比较有那些马来人知识 欢知识 来整合整个解析 会游出 会胜出 所以最主要是这样 就是我们不看到一言堂的那个机面 在国门的人看到就是我们主席也有讲 手向有听啊 非常好 很好 没有说他们一个 表示一言堂这里他讲到完 没有人得讲 对他讲的人讲 可是这个在国门呢 有商有良 听了意见 然后等着我们得出那个事 在冰城国门也是 我们考量之后 这个证明我们 还以他国门主席也出 可是不是他说要讲不讲 这是我们看到不同的地方 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那么其实民政党打算从国门这边 不是说获得什么好处 就是说加入国门之后对壮大民政党或者是协助民政党争取更多支持 有什么样的这个实际上的这个帮助 是不是说像你刚才提到的 就是当需要一些马来票的时候 那么国门其他的成员党 比如说土壇党能够帮到 能够帮到你们 还是说有其他的这个考量 那么坦白说 伊党就是pass在华人心目中已经是票房毒药了 那么也不太能够靠伊党来争取 这个华人票 可能伊党在马来票方面 能够帮到民政党 但是问题是民政党也没有在 马来区那边竞选 可能在一些混合区 那么到底 国盟的这个强项在哪里 你怎么看呢 其实我们最主要进入国盟 最主要是有一个partner 就是一个 假如是一党在打呢 独打呢 我相信那个民进力也没有这样强 所以这个假如是加了国盟 朋友还有肯定党 有可能还有现在肯定党一起来 打这场硬仗 我相信会比较有那种机会 所以胜算 胜算是很难讲的 要有机会来引入 因为毕竟我是很保守的 因为全部 全部人只有人民的决定 不是我们讲的算的 只有人民的决定 是你要成为周一元 成为国盟是由人民的决定 所以我们进入国盟之后 我们会把这个 人民的行程 带入国盟 那时候我看到 我们的主席有 呈现那些报告给我们的首相 国人所面对的问题 因为 毕竟 只有一个政党里面是一个困 所谓的 不分种族的政党 其实还有很多 我们 国人面对问题 有可能 Versatu 我们看不到 那个 所谓的 什么 投短狼看不到 PAS看不到 STAR看不到 所以我们 你真的看到 就是我们把这个 这个新生呢 带入国盟 把这个 人 尤其国人 变对的 那些 在COVID的时候 变对的 课题 经济课题 那个 本密问题 那些收入问题 我们一一带入 给 首相了解 我们国人方面的问题 那么 除了这些 扮演桥梁的 这个角色之外 那么 根据 过往 就是过去整四五个月的 这个经验 你刚才有提到说 你跟槟城 国盟主席的这个互动 那么除此之外呢 在 比如说在基层方面 或者是在 曲部方面 在Bahagian方面 国盟的机制 有没有发挥它的这个作用 还是说这个合作呢 只是停留在顶层而已 就是最高那一层 还没有到下面 或者是到这个基层那边 其实我们刚刚也是进了五个月六个月 五个月六个月 其实我们还是 一进 我们之后就 NCO啦 就不能开会啊 那些 活动啊 不能跑啊 活动啊 可是我们还有 跟那些 开始 欺负啊 那些我们也有联系啊 不开始的联系 可是通过 那个电话咯 因为我们也不能 他们也要请我们去他们的活动 我们也要进他们的活动 来互相的 因为我们 意思啊 可是那个国盟也是 那个什么土壇党也是 刚刚成立不久 他们人也是新 我们人虽然是他们比较久 我们的那个 在冰州 第三个分布啊 已经有靠过 有的是53年 有的是54年 有的是52年 有的是51年 可是很多是 已经在那边活动了 可是他们希望我们帮助 我们也希望他帮助 互相的来 来合作